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报道 赖清德就职演说 专家分析对台海局势的影响 赖清德今天20日发表作为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的就职演说 表示要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台湾 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追求两岸和平共荣 就赖清德有关两岸关系的表述 多位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对赖清德的演讲发表见解 在两岸议题上 赖清德表示将秉持四的坚持 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他呼吁大陆方面正是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 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他呼吁两岸在对等 尊严的原则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 进行合作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 以及学卫生来台 就学开始 一起追求和平共荣 同时他提醒国人不能有幻想 在中共尚未放弃武力犯台的情况下 即使全盘接受中共国的主张 放弃主权 中共国并吞台湾的企图也并不会消失 赖清德在演说中提到九次中华民国 三次中华民国台湾 提到一次中华民国宪法 但并未提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1996年的今天 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宣誓就职 向国际社会传达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主权在民 法律专家 独立时评人于平 5月20日对大纪元表示 赖清德这一次演讲 主轴就是强调台湾的主体性 我刚刚算了一下 他大概台湾用了88次 当然有个别和中华民国混在一起用的 但是中华民国他只讲12次 韩三次和台湾一起用 于平认为赖清德对大陆的立场比较强硬 没有把台海危机降低 而蔡英文在2020年当选时演讲 对大陆相对来说是比较软 智慧地争取了很多实践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毅 5月20日 则对大纪元表示 赖清德的演说在两岸关系上还是务实的 他还是讲民主和平繁荣 和平无价 战争无赢家 还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这是他的口号 他最后的一个愿景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共存共荣 强调以对话来代替对抗 他并不想跟习近平对抗 但是习近平不给他对话 冯崇毅认为 赖清德还是遵从蔡英文的基本基调 你要对话 门开着 但是你要让我投降 你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门都没有 我想这还是相当务实的立场 赖清德在演讲中表示 将持续与民主国家形成民主共同体 又强调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 冯崇毅认为 台湾的最大挑战是中共的文攻武嚇 但台湾的机遇是大于挑战的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主自由世界国家的越来越有力的支持 台湾人民抗共保台的信心 国际上形成美国为首的盟友圈 震慑中共 打破了习近平的春秋大梦 于平表示 赖清德继续蔡英文路线 就是融入民主国家联盟 这非常好 台湾要想真正成为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必须要团结世界民主国家 共同抗拒中共 在赖清德发表就职演说之前 美国两个智库分别发布报告 指出中共更可能采取不费一兵一卒的方式 夺取台湾的行动 赖清德在演讲中提到 面对来自中共的各种威胁渗透 要提升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 健全国安法制 并且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等等 冯崇毅表示 台湾的学界对中共统战的威胁 已看得非常清楚 现在值得忧虑的是朝野在立法院的冲突 美国的共和和民主两党打得不可开交 但是大家对打击中共政权 有相当大的共识 台湾还做不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隐患 赖清德在演讲中多次强调 国家归宿感 无论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 接受我们自己或国际友人 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 都一样响亮 冯崇毅认为 这是赖清德演讲中最亮的亮点 他希望所有台湾人都能够团结起来 包括蓝银和鹿营 还有白银的民众党应该联合起来 共同尽力对付中共的威胁 这种务实精神 是我感受最强烈的地方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 5月20日对大纪元表示 蔡英文内敛 赖清德坦诚 在两岸关系问题上 蔡英文保持模糊立场 赖清德尊重两岸现状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 中华民国是台湾 彼此互不隶属 他认为 赖清德接下来会进一步强化台湾主权意识 而因为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渗透 会越来越公开化 军事威胁会越来越频繁 不排除两岸发生重大冲突的可能性 下面请听大陆新闻 伊朗总统坠机王 震动中南海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 及其外长搭乘的直升机 5月19日在大雾中飞越山区时坠毁 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事故是否别有内情仍不得而知 中共党魁习近平第一时间表示 失去一位好朋友 显然大受震动 据伊朗官方媒体当地时间5月19日报道 受大雾天气影响 伊朗总统莱西当天乘坐直升机 从边境返回德黑兰时发生硬着陆事故 20日官方证实 莱西及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 在直升机事故中罹难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称 习近平已向伊朗第一副总统 穆赫贝尔之验电 称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悼念遇难者无可厚非 不过中共往往硬将自己和中国人民捆绑 这是专制特色 到底习痛失的这一位好朋友 是不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还要中国人说了算 习要代表全国人 问过中国人了吗 1988年 莱西加入被称为死亡委员会的秘密法庭 重新审判数千名已在狱中的政治犯 并下令处决 人权组织称约有5000男女被埋在乱葬港 构成了反人类罪 莱西于2021年当选伊朗总统 据人权监察员称 他在一段时期内对异见人士展开严厉镇压 与莱西交好的印度总理莫迪 今天也在社交平台X发文 对莱西意外身亡表示哀悼 莫迪的表态只是代表自己个人 这是正常的 这启致莱西等人死亡的坠机事故 被指示硬着陆 为知是否有外敌或内斗的因素 这种事件往往都会伴随着阴谋论 比如2023年8月23日 曾发动未遂兵变的俄罗斯雇佣军 瓦格纳首领普里格金 其搭乘的四人飞机在莫斯科北部坠毁 机上十人全数罹难 事件也被质疑是普京指使的暗杀 据说伊朗有一些人怀疑总统坠机 与以色列的暗杀行动有关 自以色列哈马斯加沙爆发冲突以来 伊朗领导人多次威胁 要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 上个月 伊朗对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 发动了一波无人机袭击 但事件未知是否和莱西的内部政敌有关 经济学人在一篇分析中指出 尽管莱西只是二号人物 但他的死仍将动摇伊朗政坛根基 除了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寻找一位新总统 还需要防止经济再度下滑 以及国内触发内斗而陷入混乱的可能性 莱西与85岁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建立了密切联盟 许多伊朗人相信莱西正在被培养 以接替患病的哈梅内伊 而今莱西去世 哈梅内伊的儿子莫杰塔巴 则被视为国家最高职位的热门人选 伊朗二号人物 尼奇坠